安靜所說 我身上不是割肉的架子 剛剛我是被他掛上的 懂了沒有 被他控制的 那我認為我不是割肉的架子 那你就要鬆開啊 對不對 那鬆開你就能用就用 沒有用 找機會 一鬆就有空隙 對不對 一鬆就有開合 那我一定要慢慢 可以 只有開合而已啊 力量小啊 沒有位移啊 那掛上在什麼時候產生 掛上在什麼時候產生 老師的掛上 掛上就這樣 火車啦 火車一節一節 有沒有 要開一點 噗噗噗噗 噗噗噗 沒有掛上喔 你很明顯 你這個時候一搭手就一定掛上 像他是像對豬肉一樣 很清楚已經 那跟三年年水不一樣 那當然比三年年水高級啊 跟老師你上禮拜講的釣魚 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釣魚就這樣 你們都釣過魚 我沒有釣過魚喔 很多人釣魚對不對 那個浮丁啊 一下一下 很多人我們不會釣啊 那好高興 那魚來了 噗一下完了 所以魚池裡面 很多的魚 不是鉤子釣在 掛在嘴巴 突然這個魚的嘴巴 就給你削了一半 因為不是這樣釣魚 釣魚它浮丁一來的時候 你把那個桿子一撐以後 把它拉直就好 拉直以後 它那個拉直慢慢慢慢帶上來 要使這個魚接觸到空氣 只要三部性 它就沒有力了 所以掛上它 沾連連水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掉了 對不對 它咬到了喔 咬到了才下去喔 還沒有掛上喔 你把它一挺直的時候 它這條線拉直的時候 它勾直去上 那叫掛上 是不是就是你開的時候 它就掛上 它魚這樣 我怎麼講魚啊 它吃到東西 它就要游走了嘛 那時候吃進去而已 還沒有掛上啊 懂了嗎 你把那個線拉直了以後 它就掛上來 掛上去 輕輕拉起來 你來去看啊 它要浮水面 讓它浮一下水面 你知道嗎 你不浮水面 那個魚大一點 你沒有辦法 兩、三千種 它撒著那個魚 都受不了 老師那是你到沾連連水 到最後才會產生 所謂的掛上嗎 是這樣子 好 你也來試 我講半天